Hello 午安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行情是属于一个开低走高的格局 那今天收了一根长红K棒 那目前呢 我们观察重点就是主力均能量 主力均能量已经连续三天了 强烈强力的翻红了 所以呢这几天的盘式 你会发现多头力道较强 那么现在目前以加权指数的格局来看 我们要观察的重点就是在于 五日均线8127 现在其实都已经上面呢 已经都已经挑战到各个均线之上了 所以是属于一个强烈的多头格局 那现在五日均线在8127 如果说明天呢有拉回来修正呢 在8127还没有 如果没有跌破能够守住的话 而且主力均能量呢 都持续的在做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盘呢 要挑战前波高点呢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是今天我对于加权指数的看法 那么另外呢 在期货指数方面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期货指数方面呢 也是开第一 一开盘的时候 下跌了四十几点 然后呢 慢慢缓步的走高 缓步的走高 之后呢 来到8238之后 又盘整了一阵子之后呢 下杀 尾盘呢 又拉上去 收在8216 那我们呢 从保力阵台席波段来看 我们从6月28号7789就已经翻出做多的讯号了喔 在波段的角度而言 7789目前就是一个上升的格局 所以呢 今天的这样子的反弹呢 也不算于意外嘛 对不对 如果大家天天都有看我们节目的话 应该都很清楚说 现在趋势方向是在哪一边 那么 在短线上的操作而言喔 很可惜喔 我们今天早盘呢 第一盘呢 第一盘 8148有去做一个做空的讯号 就是有一个做空的讯号 这一笔是停损掉了 可是8148这一笔 你要是做到 是大概在8157的位置 那另外呢 在8157这边翻出一个做多讯号 指数即拉上去 拉上去之后呢 到8223这边 出现了一个翻空讯号 我说过我们的指标很简单 就是保力阵翻多 我们就是做多 翻空我们就是做空 那翻空下来之后呢 又急杀下来 我们在8201的时候出场 获利了邪之后呢 是反手在做多单 这我也是在电视上 也都有公开的跟大家讲 说这有拉尾盘的机会 果然今天呢 又拉尾盘 因为主力均能量 在尾盘的时候 还是持续的 呈现于多单的格局 那在这种情况下 在短线的操作呢 我们会跟随着 保力阵台旗波段的指标 来操作 7789翻多嘛 所以呢 当短线上尾盘 它的讯号如果也是多的 同向 我们这笔呢 会做流仓的动作 这是旗指的部分 那另外呢 在股票的方面呢 在保力赚股票方面 我们来看几档股票 首先呢 看的这档股票是以前 我们会员曾经持有的股票 那当然我们已经卖出了 因为保力赚指标已经翻空 而且主力均能量已经翻空了 我们要等下一次的买点 虽然说 像今天的盘是这么强 它还是相对的弱 还是跌了0.15元 跌了0.15元 那么这档股票呢 何时呢 才能够 因为这档股票 其实基本面的体质还蛮好的 那何时才能够再买进呢 大家很聪明 应该都知道 保力赚指标翻多 主力均能量翻多 就是我们 对于这档股票 该进场的时机 这一档是预创 那另外呢 还有几档股票 也给大家参考一下 另外一档股票呢 就是翼龙店 翼龙店这也是我们 过去12月4号的时候 曾经持有的股票 那么这一波一路涨上来 我们也是获利的蛮多 到74.9 这一波呢 获利的大概有30元之多 然后呢 我们出掉之后 股价虽然有往上弹升一点 但是呢 在74.9这个反压地区 还是一样下来了 那么在上个礼拜呢 它做了一个除全的动作 那以目前而言呢 还没有真正的填息 而主力均人量呢 还是持续的在布空单 所以这档股票呢 我是认为说 如果手中还有这档 易容店这档股票的人 需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如果要进场 将来这档股票 如果还翻出 买进讯号 主力均人量还是一样做多 我还是一样会带会员去进场 可是只是说 现在呢 时机还没有到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几档股票哦 这档呢 就是宏达店 宏达店这档股票 是最近很多人 很多 可能台面上很多老师 都在关注的重点 究竟它什么时候会止跌呢 究竟它什么时候会反弹呢 但是从我们的保利赚指标的 主力均能量来看 的话呢 它目前今天虽然收了一根红K 但是它还的止跌迹象 还没有止跌的迹象 而且呢 保利赚指标呢 也还没有翻出多多的讯号 还没有翻出像这样 249.5这一种做多的讯号 目前呢 在283的地方呢 是偏空的 那目前的股价呢 已经在192了 所以也跌了 差不多90元之多哦 所以 大家不能轻忽说 保利赚的力量 其实主力均能量呢 是个重点 保利赚指标的指标方向 也是个重点 如果说这两个同时都翻空 我是建议 大家呢 就应该都要同时出场 而不应该说 沿路去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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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档股票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人 我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留言 这档股票的买点呢 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我在电视上也有公开 公开的举办这个活动 那么我们在网络的平台也是 你如果说有宏达电 手中有宏达电 你要加码 或者是要摊平的 那买点浮现的时候 我们会请助理人员 第一手的通知你 等保利赚指标翻多的时候 我们会第一手的通知你 但是前提是请你在官网上面留言 然后并注明您的联络方式 这样子到时候当指标翻多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 才可以打电话刚才来通知你 这样子清楚吗 那另外呢还有一档股票 这一档呢就是尤达 尤达这档股票呢 最近呢 好像有止跌迹象 不过从主力均能量的角度而言 它还是持续的在做空 而且保利赚指标也还没有翻多 所以这一档股票呢 我是建议目前手中要是没有的话 可以暂时先观望 那等到保利赚指标翻多 而且主力均能量也翻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进行买进 而目前呢 我是给它一个平等叫做观望 也不需要去放空了啦 因为我知道大家投资朋友们 在操作的时候 通常都习惯去做多 而不做空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像我们之前一样 12.3买进 13.2卖出 之前12.65翻空卖出 在更早之前又一个买讯 9.43 这边买进讯号 出了之后 主力均能量呢 随即的也是开始翻多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来大赚它一大坡 但是目前呢 以目前的角度而言呢 它虽然说今天也收了一根小红K 不过呢 因为主力均能量 它还是站在空方 所以呢 这一档股票我们维持是观望 那以上的节目呢 就先介绍到这边 最后呢 祝大家这个礼拜 每天都可以操作得很顺利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党